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超越电风 这个一个人的武林会不会很无聊 会不会很孤独 我觉得不会 很多人会想说 哇 今天拉台積電是嗎 出別的 你知道今天台積電要花多少錢才能去拉嗎 所以這種看法我覺得是不對的 因為昨天美國股市的費半再創歷史新高 昨天費半漲了2.42 昨天其實美國股市有很多股票都大漲了 包含應用材料也創歷史新高漲了2.3% 這波應用材料漲了200% 包含AMD漲了2.68%也在創歷史新高 包含ASML 艾斯摩爾昨天漲了3.62%也在創歷史新高 包含NVIDIA昨天漲了3.18%也創歷史新高 昨天台積電的AD漲了4.89%也在創歷史新高 我就跟各位講 這一波資稅會那麼強那麼強那麼強 大家只會去留意到好像融資是錯的 你知道嗎 昨天借券賣出又增加 27000多張 現在的借券賣出約高達972萬張 目前總共從過完年後到昨天 借券賣出多了70萬張 你們就做多就對了 做多 真的要做多 真的真的 你們今天一定有問嘛 那台積電再創歷史新高 接下來要做什麼 你就是看超越巔峰的節目 但是漲多的股票自己要設停利 我也必須講 比如今天有幾檔之前講的股票漲太多了 有拉回 你們自己要設停利 但是有新的股票你就要敢買 我是說真的 台積電再創歷史新高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1月18號當時台積電 1月18號的台積電 我說台積電就是主流 我這個人 其實我可以拿很多證據給你看 我給你看1月18號那天台積電在哪裡 1月18號在這裡 588號 今天最高769 你看1張台積電賺了多少錢 所以很多人講說台積電不要買 到昨天都還有人講台積電不要買 你昨天買的今天你隨便賣也賺 我講難聽一點 問題是你們都不敢買 那我1張都沒賣 你說你不賣到769 769可能是歷史新高 誰告訴你769是歷史新高 我1張都不賣 缺口會補啊 你要等缺口會補的那個缺口理論 你今天你賺不到台積電就行了 我告訴你怎麼做台積電 要講台積電之前 這個LINE的官方有五大優點 我真的很誠摯的邀請全國觀眾朋友們 你如果今天看到台積電這樣 漲其他股票再回 你會擔心害怕的 沒關係你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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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這種 這個你掃描一下加入我的LINE 每天財經新聞的專業報告 強勢股提前預告 焦點股的基本面報告 泰羅劉強 還有專屬優惠 我第一時間都會跟各位講 你們看我台積電講那麼久的 你手上有台積電的 不管你有沒有 你也應該跟我點個讚 加個1的 我是說真的我講實話 該訂閱的也要訂閱 你要分享出去的 我告訴你 每天跟你講高點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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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一天會對 但是你要珍惜 跟你講每天都來創高老師那才是真正對的 我讓他恐說你太簡單我總有一天對嘛 台積電現在很高了 我500塊就可以跟你講高 我600塊也可以跟你講高 我700塊也可以跟你講高 問題我不做這種事 這個 這個 你如果看2點半的 東森YT的也麻煩你加入我的 這個YT的頻道 這個就是我講借券賣出增加的 大家是講融資你都沒有看一看 2月26號那一天的借券賣出才928萬張 我給你看一下嘛 這個你們一看就知道了 到昨天那時候到變972萬張 多了70萬張 從過完年後這一波的上漲 居然去放空借券賣出來有70萬張 你說這個交錢指數不漲 我沒有騙各位吧 你自己看那時候 2月26號的時候928 你看到昨天972萬張 每天都增加 這個他們都不講 每天都叫你保守 我告訴你真正的高手在這裡 我拿了出證據給各位看 有時候我必須講基數分析是拿來用的 為什麼 1月17號那一天 我跟各位講回檔0.38的位置 17200點是很好的買點 你們學基數分析 你不是說季線往上回測季線是買點嗎 那為什麼回測季線的時候反而跟你講不能買呢 來嚇各位 哎唷這裡你看你爆大量喔要趕快出喔 我不做這種事 如果每天要找那種創高的股票掉下來來恐嚇你 你當然會怕啊 你什麼時候聽過我去解別人的股票掉下來的股票 你有看我這樣解過嗎 我明明知道有很多股票 從高檔跌下來 我從來不去解別人跌下來的股票 因為那都是大家的血汗錢 我們何必做這種事 連媽哥你看到沒有 我都還拿出證據 那時候一個WD 我記得那時候就很多人說 連媽哥補完缺口了就不要再買了 我不要去批評是誰了好不好 你自己看看 那一波連媽哥漲了322塊 我一直不拿出來 我就是要證明給你看連媽哥會不會漲 回測季線是924塊 還稍微跌破了 稍微跌破又有人恐嚇你 跌破季線了 今天他也不敢講 因為今天連媽哥來到1260塊 又漲了336塊 我只問各位 這個你都有看過 這個你都有看過 那當然你如果說 今天連媽哥創高留下上影線 你看嘛連媽哥留下上影線要 何必嘛 每次都去找別人的股票 留下上影線去恐嚇人 有這個必要嗎 那上一次不是這裡也恐嚇的 哎呦你看連媽哥跌破季線出大量 你慢慢看 哎呦這裡爆大量了 你慢慢看 我不做這種事情 拿別人的股票來恐嚇各位 你因為害怕 你才來參加我的大可不用 因為你們都賺的是血和錢 我覺得 我們做我們自己 你認可我的就是 我們做對的股票 因為 今天還創歷史新高 我們就應該是要找底部的股票 大家開開心心的不是很好嗎 那為什麼一天到晚要講別人股票掉下來的 我真的搞不懂 你如果說這種回車季線我問你 他今天回車季線你敢不敢買 你一定不敢 我就把這張我放在這裡 你一定不敢買 我跟你講你一定不敢買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啊 我做股票我不用遮遮掩掩掩 我講實話嘛 我躺在這裡給你看 1月10號那一天 我也給你看連媽哥 我說買 我買 當然他有跌破季線那又怎麼樣 我今天看到他就碰到季線了 哎呦好恐怖喔 我這裡爆大量喔 你看出了 好嘛那你到時候你看嘛 你把我這一集錄起來 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我不是要恐嚇各位 我還很珍惜各位的錢財 萬一你買錯了 每個人都可能買錯 但是在一個大多頭的格局裡面 你要珍惜自己的財富 真的 我恐嚇你幹嘛 技術分析都是這樣學 本來就是季線往上回 季線是買點 格蘭幣八大法也是這樣講 為什麼 偏偏遇到不一樣的股票 就有不一樣的解法 我就覺得好奇怪 我們要看大格局 好不好 因為凌空看大格局 我跟你講 我這個七八年來我付出以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我任何賣點 我也說過了 我一直創歷史勳高 當分析師就是開心 我以為別的也不用講別的 我都是用月K線來看 我用月K線來看 我拿出證據給你看 我始終不想講 一百一十年十一月那時候 我憋好久 那時候 一堆人說十年限才是買點 你們都忘了 我告訴你 歷史都是健忘的 兩年前那時候十一月要 台積電來到391塊5毛 一堆人恐嚇你 要到十年限 我說如果到十年限 台灣股市不用做 你們都忘了 我今天才拿出來給你看 十一月一 今年是一百一十三年 現在三月 其實才一年多以前而已 那時候391塊 我說是大買點 為什麼 我還用股價創低 二次黃金加差往上 位置低檔背禮 我這邊寫得很清楚 股價創低 二次黃金加差往上 位置低檔背禮 幣大漲 請問台積電後來有沒有創立子新高 你要不要給我鼓鼓掌 我每次都在最危險的時候 去提醒各位 你不要亂賣股票 所以我說那個網紅 他們當然忙著要拍自己的片子 不然你看這種拍案 你說我為什麼我那麼了解台積電 我不得不了解台積電 你看那時候台積電是不是也這樣跌下來 哎呦這出貨了 你看爆大量跌下來了 外資在賣了 要恐嚇你很簡單 我卻跟你講這是買點 528我都還記得 日期都在這裡 13天時間轉折577 這種缺口會回補趕快買 我記得 導播記憶最清楚是 1月16號那天你去看 我1月16號怎麼講 我說你們明明看到外資都說688了 那為什麼要等到毛利率符合預期再來決定動向 我說現在就可以買 你既然看到688個我那時候還舉例子說 101一瓶200多萬 現在只有100多萬不排隊去買啊 你看我那天那集是不是這樣講的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識一點一點累積 創造財富創造奇蹟 所以誰最有資格講台積電 我應該最有資格的 因為我一張都不賣 我告訴你沒有買台積電的 每天都跟你講台積電過高 太高了不能買 那當然啦 你沒有賺到錢你怎麼敢買 我最後一次跟你講的是2月20號678 我說今天回車抽現678 我花太多時間在這裡 你看2月20號在這裡 2月20號在這裡 請問2月21號有沒有678 你這樣看就好了 2月20號我說回車抽現600 我要把價錢寫出來 請問各位第二天有沒有來到678 有 我別的我就不用再講了 講再多了 你們也麻痺了 反正你覺得 有是最重要的嘛對不對 我覺得 我今天也 也不用 我也不用再 我也不用再多寫了 其實今天台積電又算高了 我也 我也不寫了 我也不寫了 今天已經來到769了 我也不寫了 我把值寫到768啦 今天最高要769啦 我把值寫到768啦 你們自己看看240塊 你們自己看看240塊 你還要我講什麼 有時候真的 股市就是這樣 真正在低檔的時候 埃略特波浪理論也學那麼多了 葛蘭碧八大法則也學那麼多了 記憲往上回測記憲就是買點也學那麼多了 偏偏就不用 KD指標在低檔是買點也不用 好奇怪 廖漢教不會同的到底明明知道也不用 這雙紅今天開始震盪了 那沒辦法漲太多了 上次漲了79塊 我這次跟各位講是340塊5毛 你看看今天 漲到今天漲到多少了 你們今天說今天開始震盪了 我跟各位講了 我已經盡力了 你不可能說 已經漲了93.7%了 你還要我怎樣 我今天我跟主持人講 你們不要再 他今天是回這五日線 我340塊5毛就講 今天漲到658塊 你們還要去追 我不能說你錯 因為說實話 你們低檔永遠覺得買股票很不舒服 但是你說這裡是不是絕對的高點 我想幫助你們 我也不想讓你們引起恐慌 其實我要嚇你很簡單 今天劇場長黑啊 你趕快來找我 我幫你解套 可以啊 可是我不做這種事情 我學過的技術分析 應該還有舊 我嚴禁於此 每個人都有買錯的機會 我如果老師拿那些爆巨量的股票 創高的股票來恐嚇你 我今天超越巔峰 土敏峰 我會員滿收爆了 我不做這種事情 這是我風格 我覺得 你們自己看下去就好 好不好 因為真的漲太多了 我電視節目剛才講 你有看過我講雙紅的請你 請你加一 但是我沒有叫你今天買 有沒有 所以觀眾朋友你講 漲了90幾%了 今天主持人問我說 你們還要我怎麼樣 我從低檔就這樣一路講上來 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奇怪 底部的股票你永遠就不想買 今天雙紅之水會漲的話 請問跟AI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那你AMD在上漲 NVIDIA在上漲 當然跟雙紅有關 這我去年就寫的 去年就寫的 有夠清楚的為什麼 水冷板水冷散熱產品 我去年就寫了 我也不用再多講 那觀眾朋友們 你認同我的理念要買在底部的 翻倍的 我說過了 50% 50%就好 兩檔 就百分之百 你來找我 我這有服務 今天下午也有人會來找我 OK啦 我都會在辦公室等你們 你 我盡量好不好 我盡量 幫你逆轉 我幫你逆轉 好不好 你如果說3月找不到股票的話 我來幫你做 包含這檔耀華也是 這檔耀華低檔倍率 跟當時的台積電是不是一模一樣 我的技術分析 你都可以把 什麼叫做活字典 就是拿來活用嘛 當時台積電391塊 是不是股價創低 又是黃金加上往上 那這次耀華也是一樣 才2月16號當時是 你看漲多了 你們又要問說 那漲那麼多了 已經長了四成了 你不能讓它正一下 已經長了四成了 你應該讓它正一下OK了吧 我講的沒有錯啦 你看昨天量是新的大量 今天有高點沒錯吧 那今天量有沒有有 昨天都沒有 所以這個還在觀察 這個很好用啦 我說真的 那也長了四成多了 你包含這個勇德 勇德今天震盪才激烈 很激烈 但是為什麼會激烈 我等一下給你看一下 2月20號跟你講的是58塊9 你們有時候要想 你不可能說一直長 永遠長不完 長到今天又長了五成 這3689 今天震盪很激烈 它是回撤五日線 那我也問各位 昨天是不是這裡高點908出大量 今天有沒有超過908 有啊今天915啊 所以量價沒有通到底 對啊 但是你像這種主辦人就稍微要注意了 因為它昨天的量已經有那個大量了 所以今天它創一個稿是合理的 但是量和價通到頂的機會是不大 但是它昨天已經有那個量比較大 我這樣解釋各位懂了吧 你們有時候要看量價的關係 因為有些股票你看 我都說50% 我是不是說50%兩檔就夠了 你今天雙龍漲了90幾% 今天勇德漲了50幾% 那 說實話 你們也不可能要求我說我每天股票都要打 一定有新的嘛 對不對 我這一檔股票有跟各位講 121就講 我說量價不可以同時到頂 對不對 我拉回來我有跟各位講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應用材料漲多少 應用材料漲了200%了 各位觀眾朋友們 應用材料漲了200% 艾斯摩爾漲了178%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張股票 應該來得及 我的時間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張股票 用月K線來看 講就好 L R C S S S 柯林 柯林 柯林更恐怖 我跟你講 很多股票都是在110年代的時候打回五年線 你看 我最後寫嘛 費班也是打到五年線 為什麼我那麼清楚 那時候出現大量的時候都打到五年線 他從299塊漲到993塊 總共漲了232% 這叫柯林 我為什麼講這個 你接下來看 千副精密 跟應用材料柯林 基本上是有一起合作的 那本身跟艾斯摩爾 又有機會成為另外一家 艾斯摩爾的EBU概念股 出現了一個底部形態 那你覺得呢 當他們這些在漲的時候 當你看到柯林在漲的時候 對不對 柯林漲了 當你看到 艾斯摩爾這樣大漲 你看到應用材料在大漲 那你覺得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W底的股票 你覺得呢 我一直跟各位講 買底部的股票我覺得比較安全 因為他打完底了 然後這個量安價不會同時到底 而且你們有時候看這個量價關係來講 底部的股票怎麼去拉回找買 我再跟你講一個小秘訣 也許別的分析師也提過 你可以看六十分線 看六十分線 這很重要看六十分線 看六十分線 你看他六十分線的KD有沒有勾起來 有 就是另外一個要長的開始 就那麼簡單 我只講一次 你聽得懂你就聽 你看很好用 這六十分線勾起來 有沒有長一波 你只要看之前 這裡六十分線勾起來 有沒有長一波 有的話 這一次勾起來又要長一波了 就是那麼簡單 好不好 有些東西就是一通百通 你要看 國外的股票漲什麼 國內的股票會跟著漲 今天台積電要聯發各位那麼強 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AMD在漲 NVIDIA在漲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 你真正要了解整個的態勢 未來會長什麼 你要來找我 好不好 我好多底部的股票在等著各位 還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底部的股票 它才有翻倍的機會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 有一個六開頭的股票 我真的已經快要按捺不住了 那種大底打得很漂亮的 隨時都要噴發的 也跟AI有關的 你到底七個AI那麼多 你要買什麼樣的AI股票 你來找我就對了 我想AI不會只有長台積電 不會只有長聯發科 當然台積電是我們代表之後 那全市場都知道了 有時候覺得一個人的舞營 是稍微有點孤獨了一點 我也是希望雨露均瞻 但是你放心 你放心 機會非常大 這雨露均瞻的機會非常大 所以 觀眾朋友們 翻倍火力五成五 最強最噴賺最多 你把這個電話撥通 或者是 你加入我的LINE 有任何問題你都可以來問我 我剛剛跟各位講 你可以施LINE我 你說有時候打電話比較不方便 你可以施LINE我 你說 有沒有機會再買到類似台積電那種 391塊 528塊台積電 700多塊的連發科 924塊連發科 買得到 你相信我 你看著我 我那麼有誠意的跟各位講 我們買得到底部的股票 底部的股票 他就有機會翻倍火力 兩檔就好了 我們都講兩檔就好了 兩檔就好了 每檔都超過50% 兩檔你就可以翻倍了 那三月還有股票都是 我跟各位找的股票都是跟美國股市有 連動係數的 都是打底的股票 台股你不用擔心 我也跟各位說過了 每天都這樣 要走的人你走 要進來的人還一堆 問題是我們不要去追高股票 我們可以去買底部的股票 還有底部的股票 因為美股一直創歷史新高的過程裡面 台股今天你不要忘 今天也是創歷史新高 我從來沒有看過創歷史新高 大家還下得要死的 你如果覺得說你創歷史新高 你會下得要死 代表這個行情還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越謹慎 這個行情越會漲 我的看法不會錯的 因為借券賣出 還那麼多的一個情況下 光是970幾萬張的借券賣出 你要怎麼回補啊 光是這一股力量 就值得各位 你來參加我們的翻倍計畫 兩檔都50% 我們來翻倍 記得播電話來找我 或有Light來找我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勾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